做出租要有好价钱 高档装潢是免不了 投了300万的装潢整理 短期投资然后脱手吗 刚好补充了我刚刚落掉的一点 脱手你想卖另外合伙人不想卖 或者是说其中一个想卖 你不想卖 那房地产我建议还是独资 一笔那么大的大笔钱 很多人买间房子都要问老婆 老爸妈神明地理先 你怎么合伙呢 如果没有能力独资 那就别碰房地产相关了 黄东已经过难做了 还有合伙人要搞 出租业又不是多好康的事情 收租业是怎么会是企业呢 低调为首要 不缴税 黄东也不义名片 黄东也不义名片 黄地产有不义处分高投资的性质 而且没有董事长 每个持分都有同等权利 可以处分收益 但是黄地产可以贷款 可以征贷 银行当金主即可 那黄东本来就该水电 涂水 木座 装修 要有深入了解 不该依赖另一个专业者 坦白说啦 你所需的专业是很小啦 那一点微博的认知 不算什么专业 实在不需要股东 再说啦 收租业也不用做大 夜收上百万的房东 两夫妻自己跑就够了 这就是收租业的特性啊 两个人跑营业尔大过 许多那个小企业 偏偏收租业是很讲人格特质的事业 看屋 找屋 地点 格局 租金 行情 这都仰赖黄东炎 这个能力自己要获得 挑房客 处事态度 跟邻居的关系 松紧拿捏 税务 伪鉴等 与工部门的关系 与一言 立委等民意代表的关系 这些能力都需要黄东自己具备 黄东要懂的事很多很多 但偶尔才派上用场一次 但这仅有的一两次时机 都是缜密的决策 这个部分自己做自己单 简单的说 需要股东说穿了 就是银蛋你有限嘛 那你银蛋的问题 找银行帮忙 房子可以抵押可贷款 让银行当股东就行了 不用被股东的一颗印章 绑索绑脚 往往是租队油 然后呢 前官打不过去 才在合伙 房子里面烧炭 这个是石油手蚊 不算什么稀奇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